张大大会直接攻击我的样貌 我觉得没有关系 审美的偏向是一种智力的缺陷 我们不能怪他 在我过去受的教育中 过分谈论个人是很不礼貌的事 所以我不喜欢谈论个人 但是张大大不是个人 许之眼文化人回怼张大大 长得丑根本不是人 访谈暴露其真实品质 连星星都敢怼的他呀 究竟是什么背景 许之远在一档节目里面 怒怼张大大根本不是个人 因为一上台 张大大就利用他的样貌作为攻击点 狠狠地羞辱了他 许之远上台以后也没有和他太客气 不仅说张大大的性格有缺陷 而且还怒骂他的人品不好 坐在一旁的张大大有一些难堪 因为节目的性质 所以他还是在努力地笑着 很多人在看到这个片段以后 都认为许之远有一种装文化人的感觉 明明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偏偏就能够把自己装成文化大佬 其实许之远已经不是第一次 引起这样的争议了 之前他曾经用鲁迅的文章 攻击过圈内的另外一个女明星 金星 他表示金星有一种 能够把全世界的事情 都变成家常里短的能力 哪怕是鲁迅来到了这档节目 他也只会问问鲁迅 一个月在北平能挣多少钱 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 后来和润土到底有没有联系呢 这样嘲讽的话语 如果换成一般的女星 可能早就和许之远生气了 可金星的做法却非常的大忌 即使知道了这一切 金星也没有进行回怼 甚至没有提起许之远任何不好 其实从许之远中文化人的访谈中 可以看得出来 越是缺什么就越秀什么 许之远虽说学历还可以 但骨子里的那种金服 却是改不了的 很多观众在看了许之远的采访以后 纷纷表示 虽然看过很多关于他的深度访谈 他也的确很努力地 在表现自己有人话的样子 但最终只能说一句 演得还不错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学者的话 小B会有比他更精彩的表现 毕竟这么多年 他进入娱乐圈心早就有些浮躁了起来 再也表现不出来那种大气冷 也有另外一部分的网友认为 许之远也是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 他出的很多段子都是非常的经典 即使现在看来也不过时 只能说在舞台上面的他 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罢了 不能说他是没有文化 各位观众 是如何看待许之远现场怒怼张大大 访谈暴露演的本质这个新闻的呢